新星王子专栏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新星王子 我们来看这礼拜各个新作的新作专事 首先我们来看白羊作 白羊作朋友这个礼拜特别注意 很多事情绝对不能够随便跳过一些事情 原来要处理的程序 这些程序进行有它的目的 有它的重要性 如果你自己擅作主张 觉得可以跳过哪些程序 搞不好这些程序到后来就会产生一些 你意想不到的一些变化 那就造成你后面很大的麻烦了 所以千万记住 很多事情虽然说有些贵人 或者有些人可以提供你协助给你 但是第一时间没有完成 到后面去收拾 还是挺麻烦的 再看感情方面 感情来看的话 这个礼拜状况就好很多 尤其在很多事情表现出体贴 甚至在乎对方的重要都是必要的 不过很多时候 白羊作朋友很容易在情感关系上面 表现出自己的重要 可是这段时间你不要忽略掉 对方在你心目当中 以及你在对方心目当中 又各自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这个东西得要达到一种平衡 而且当然你别忘了 在情感关系的互动里头 表现多在乎对方的感觉 往往也会让对方感觉到 你的友善跟美好 而且你过多的自以为是 也可能会造成在这段时间 错误的判断对方所表达的意思 再看金牛座的朋友 在工作上来看的话呢 金牛座的这个礼拜呢 可以在跟你共事的过程当中 去学习别人做事的方法 尤其这段时间对你而言 会有很多新的一些成长跟进步 如果可以透过别人产生的话呢 也可以使得你在面对一些 突发的应变的过程当中 得到一些转换的经验 甚至可以帮助你在这个时候 顺利的解决一些问题 虽然说很多事情呢 还是得要靠你自己去做 不过呢 透过别人的协助 或者在跟别人合作的过程当中 也很能够顺势把一些工作给完成 感情上来说啊 金牛座的朋友这个礼拜 多去在乎对方 绝对是必要的 而且呢 也要透过跟别人互动的过程当中呢 去做一点不同的转变 金牛座的朋友呢 在这段时间啊 其实可以多去捧捧对方 多去在乎对方 多去称赞对方 那这样的话 情感关系的互动呢 就能够让对方感觉到 你的重要性 也不会让你在这个时候感觉到情感上是孤立的 再看双子座的朋友 工作上来说呢 双子座的朋友这段时间啊 在进行工作 很多事情呢 当然可能有一点让你觉得狗屁刀招 可是呢 很多事情呢 如果你谨慎的小心处理啊 还是可以把一些 看来是麻烦一些状况呢 给顺势处理掉 虽然很多事情呢 不是说你觉得可以完成 就怎么样 如期可以完成呢 也许呢 会发现你的精神 甚至使得你在处理一些事情之后 必须要更加谨慎小心 可是你一旦够谨慎小心的去完成 你本来就应该完成的工作啊 后面呢 就会造成更多的麻烦了 搞不好还会更轻松啊 所以这礼拜呢 虽然辛苦一点点 但是呢 努力的去把该做好的事情完成 还是可以让你事半功倍的 再看感情 感情来看的话呢 这段时间呢 就会有一点需要去面对 双方的一些责任的 不过呢 在这段时间呢 难免也会有一些情绪 来自于对方的一些状况 使得你在面对情感关系互动的时候呢 被对方的情绪给牵动着 也就是呢 对方不前不后的状况呢 往往呢 会在这段时间 将你在面对情感关系的行动上呢 就卡住了 而且呢 你这段时间非常在乎的是 你执行的情感互动过程当中 对方的回应 那对方回应 不如你所期望的话呢 当然在这个时候呢 就会使得你在这个时候 感到非常的沮丧啊 不过呢 毕竟这是一时的状况 而且呢 在这个时候重新考量对方的心情 跟了解对方的心理状态呢 还是必要的 那在安抚好对方的情绪 也能够使情感关系 有良好的表现 再看巨蟹座的朋友 巨蟹座的朋友 这个礼拜呢 在面对工作来说 工作上有许多新的变动发生 而这新的变动呢 往往呢 可能会因为你的能力 而得到良好的表现 回头来说 一些突发的状况呢 如果你很期望 很期待的话呢 勇敢的去进行 而且呢第一时间呢 去争取自己表现的空间 这才是必要的 这段时间呢 千万不要呢 去做小动作 不要在私底下呢 去做一点运作 那会让其他同事 对你在这段时间感到不解 也让你在这段时间 得不到更好的能力关系的互动啊 明明呢 在工作上同事呢 可以给予互相的协助 可是如果你私底下 做了一些小动作 去跟上司打什么小报告 或者做些什么运作的话呢 反而会使你在这段时间 办公室里头 会变成孤立无援 所以这个礼拜 既然有想要去进行的事情呢 就应该要勇敢 大胆的去争取才对 感情上来说的话呢 这段时间也需要 让自己更加热情一些 情感关系呢 在一个非常不错的状态里头 而且呢 这段时间很多的贵员 可以提供协助之外呢 如果有可能的话呢 还会有些人 帮助你敲点编骨啊 使得情感关系的互动呢 更能够得到别人的协助 而使得情感 有良好的发挥啊 视作朋友 这礼拜呢 在面对工作啊 工作状况呢 有很多事情是 留意自己的责任跟态度 当然很多事情啊 做好准备之后呢 才会有良好的一些表现嘛 也因为做好的准备 就让你在这段时间呢 得到别人对你的一些赞赏 而且呢 你不要忘记 工作在这段时间呢 得要让自己呢 表现出负责的态度 既然是自己要去进行的事情啊 就不能邀和别人 或命令别人来帮你完成 自己啊 得要势必公亲残行 才能够把工作做得更好 而不是呢 只是听别人报告而已 如果你自己实际去进行的话呢 你就知道这个工作状况如何 那在面对你的上司的时候呢 才会有良好的表现 情感上面呢 就要多加留意了 因为这段时间 虽然说你很热观的去看待自己情感关系的表现 也很努力的去进行情感 可是呢 很多时候来自于对方的一些表现 恐怕不如你所预期 往往呢 会在这个时候呢 让你有点脾气产生 因为是说很多时候啊 都觉得自己很努力的 为对方去做些什么 可是呢 有一些时候你所进行的这些努力啊 不见得会是对方喜欢或认同的 所以这礼拜啊 得要稍微从对方所期望的 幸福关系上面去发展 才会比较理想 再看初女座的朋友 以工作来看 这礼拜的工作状况 挺顺心的 挺顺利的 很多事情进行的 节奏状况都还蛮好的 这个节奏掌控的不错啊 整个工作的表现 自然就很顺势 能够完成很多问题 很多事情啊 所以呢 这个礼拜啊 让自己赶快 趁着这个工作的节奏 还蛮稳定的时候呢 赶快把一些事情啊 一些手头上难做的事情 赶快做一做 处理掉 免得夜长梦多啊 再看感情方面 初女座的朋友 这个礼拜呢 感情状况呢 因为要求完美的感受呢 往往呢 在这个时候呢 对于对方所表现的状况呢 有一点看法 而在这个表达 看法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可以用 关心的方式 而不是用质问的方式的话 就会使这个事情 比较能够顺利解决掉 而不是在这个时候 能用过度情绪的语言呢 让对方感觉到 你的不悦或不开心 这样呢 不仅不会破坏 两个人的情感关系啊 也搞不好 还反而能够使这个事情 更快地解决掉 再看天平座的朋友 工作来说啊 工作的状况呢 其实你自己心态呢 要稳定 很多状况虽然呢 不是你所引发的 而且呢 造成了一些问题啊 但是呢 你一旦稳定下来 谨慎的思考之后呢 你就知道 该用什么方法 来解决问题了 明明呢 过去呢 就有一些经验 那不如就让这个经验 来完成这些问题 而不是让自己 在这段时间呢 因为别人所造成的 一些状况 让你自己呢 在这个时候 把自己搞得焦头烂额啊 所以啊 当事件发生之后呢 让自己定下来 重新评估啊 也不要在这段时间呢 让你自己啊 把一些事情 想得太复杂了 因为一旦想得太复杂之后呢 所有状况在进行的过程当中 就偏离主题了 你千万记住 当你发现偏离主题的时候 赶快停下来 重新回到原来工作上的正轨才对 否则呢 你都花太多时间去解决那些 不是你应该去面对的问题啊 而且呢 有些时候你别忘记 天平座个性上 本来就有一个化石天竺 有些时候事情顺势完成就完成了 不要呢 在这个时候想太多别的 使那个方向呢 完全偏差了 那这礼拜所做的事情 搞不好完全都浪费掉了 再看感情 感情状况呢 在这段时间呢 都用点心思是对的 而且呢 因为你很期望 很在乎感情上的幸福感觉 那既然是很在乎 跟期望这些幸福感觉 这礼拜呢 就要去执行这些幸福感觉 很重要嘛 所以你想去进行什么样的约会呢 要主动的 主观的去表达 而不是在这个时候呢 提出许多选项 让对方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万一对方选的是一个 你不太想要的 你又跟对方去辩论的话呢 这实在是没意思啊 因为TV周的朋友 明明呢 是有很多自己的期待的 可是呢 都还是要去问问别人的意见 问了别人的意见呢 到底没什么 但是问了别人的意见之后呢 当对方的意见呢 提出来之后呢 你却可能反过来 就问他 为什么不是另外一个的时候呢 就会让对方感觉到 非常不开心啊 因此啊 你自己主动的表达 自己所要的期望 比较重要 不要再多问对方 到底要去做什么样的选择 再看天蜇座 在工作上来看啊 天蜇座 朋友这段时间呢 可以主观的去面对 碰到的一些问题 很多事情呢 如果你采取一个 比较主动的态度 往往的事情呢 就很能够顺利解决 虽然说很多外在环境的 许多状况呢 看来都不是你所发生的 不过毕竟事情发生了 你总是要去解决 跟面对它嘛 一定要去处理呢 这些事情 当然都能够顺势解决 感情上来看的话 那状况还不错 热情主动的去表达 自己情感的关系 尤其呢 不要忘记啊 你的热情在心中 埋了很久嘛 就应该更热烈地展现出来 去做良好的追求 毕竟呢 这段时间情感关系 在正桃花的状况 那打扮自己 把自己弄得漂漂亮亮 这样才能够吸引别人 对你的注意 也能够增加情感的互动 再看射手座的朋友 工作来看呢 射手座的朋友呢 在这段时间呢 要小心一点 因为很多状况呢 做不好啊 可能会遭了一些小人 那小人平常呢 对射手座来说 就已经有些问题跟威胁了嘛 所以这一半呢 在实行的过程当中啊 谨慎总是对的 因为你不谨慎啊 就会造成很多问题啊 成为别人的麻烦嘛 那到最后呢 这些人就会联合起来 可能对你产生一些问题 或者在你不注意的时候呢 造成你的一些伤害 所以在这里面啊 稍微小心一点 你工作仔细小心 就不会造成别人的困扰呢 把自己工作的本分完成啊 不要去管别人的闲事 感情上来说的话呢 这段时间情感关系也不太好 虽然说你很主动的 想要去进行情感关系的互动 但是呢 如果你在表达的过程当中 没有在乎对方的心情 而说了一些 让对方不开心的话呢 那问题也挺麻烦的 这种朋友呢 其实平常说话 常常会消遣对方 那这个消遣呢 也许你会觉得是个趣味 可是对方听起来 恐怕不太开心 所以啊 这礼拜记住啊 察言观色一下 看看对方的神情 对不对 那你开点玩笑 没有问题啊 那不要在这个时候呢 过分的 开对方人身攻击的玩笑 那就麻烦了 再看摩羯柱的朋友 摩羯柱的朋友 这礼拜呢 面对工作来看啊 还不错 因为很多事情呢 都有许多新的一些发展 但是呢 听从别人的意见呢 学习一下别人 怎么样把事情做好呢 是非常必要的 所以第一时间啊 不需要在这个时候呢 去表态 去表达自己 什么样严肃的态度啊 或者自己的立场啊 什么的 很多时候 看看状况 看看风向 再做决定 感情上来说的话呢 也不错 这礼拜情感关系的互动呢 能够增强蛮多 跟对方之间相互交流的互动 尤其有些事情呢 你应该表达出来 应该要说出来 甚至都去赞美对方的外在啊 赞美对方的一些表现啊 都是好的 甚至对方所说的话呢 来表达 也能够增加情感的互动 所以这礼拜啊 对摩羯柱的朋友来看啊 工作情感都是不错的 好好的加把劲 努力的去经营 再看宝瓶座 就是水瓶座的朋友 在工作上来看啊 这礼拜啊 特别要注意到 你的立场上的问题 当然这里跟你平时 是否做好准备有关 如果平时做准备都不错 做都挺好的 你会发现这段时间啊 就算老板给你再多的要求啊 你都能够顺利的去完成 不过呢 在这段时间 你当然也要留意啊 老板所要求的事情 才是重点 不要自己呢 信口开合 或者自己呢 制作主张啊 让老板在这个时候呢 没有什么延面 这样就不太好了 而且这礼拜呢 千万记住不要随便看老板玩笑 老板毕竟是老板 虽然你想跟他称兄道弟啊 不过这礼拜呢 还是尊重一下老板的地位 感情上来看的话呢 这段时间啊 其实维持幸福的感官蛮重要的 而且很多时候啊 都会去在乎对方的感受 不要呢 在这段时间呢 就随便用自己的想法呢 去跟对方互动 以及批评对方 甚至于呢 去说一些话 调侃对方 这都是没必要的 情感关系呢 本来就有一些相互接触的 一些美好 尤其这礼拜啊 情感关系的互动上 有很多时候啊 是需要相互更加 提紧对方的 所以呢 在乎对方的心情 维持对方良好的感受呢 就是你这礼拜 最重要的功课了 再下双鱼座 工作来看呢 这段时间还不错 很多贵人提供一些协助 如果你碰到一些状况 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呢 不要忘记向同事 询问一下 搞不好呢 就伸出援手了 同样的这段时间呢 双鱼座 当然也不要忘了 很多讯息呢 是透过其他人所得到的 因此当你有些事情 不太了解的过程当中 询问一下 其他人的意见 会是好的 在感情上来看的话呢 这段时间也是很好的 但是要提醒 你有些时候 人际关系的互动啊 不要太鸡婆 如果呢 别人跟你讲什么事情 你不要随便乱去传话 因此当你听到 别人在说 谁谁谁 如何如何的时候呢 当做耳边风 过去就算了 因为你不小心 如果你传的话 你原来看起来是热心的 是热情的 可是别人可能会误解 以为是你到处乱说啊 随段时间记住 不要随便传话 这个也不是你当 核适导的时候啊 要提醒自己一下 最后呢 祝福所有新座的朋友们 我们下礼拜再聊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